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暂时来说 不是太多人在传媒追求这件事 可能都是说这件事 纯粹这个报道 其实我昨晚做完节目 已经收到很多WhatsApp 已经朋友就封传了这段片给我 就说会不会有些什么先事 这样的情况 看下去其实第一下 可能你有这样的感觉 我也听过很多逢遣地震 或者一些海啸 之前都会发生这些事情 动物是比较 灵敏度高 它就会知道有这些事情 所以它一早就会 逃生就不知怎样 不知是否叫逃生 可能已经死了 问题就是我们是否真的要那么害怕 一听到这些或见到这些情况 那些异仗就想到那样东西 那我不排除 因为曾经发生过 是的 但是不是每一次都是的 那为了求证 那我今天也做了一件事 那我就去了沙寄幻 找一些鱼虎 其实现在是优如期 那不容易找到那些朋友 在附近 但是都会遇见一遇 看它们可不可以 因为它们比我们熟悉 就是这些情况 或者它们有没有见过那些鱼 或者这样集体自杀 还是怎样才算 或者它们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知不知道这些是什么鱼呢 不如听听它们的回应 好 但是这些鱼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跳上来呢 会不会是因为太多 太多啊 什么啊 热的嘛 天气热的嘛 真的会 是啊 天气热 是啊 天气热没有 但是这些是什么鱼呢 黄大 黄大 叫做 有点滴滴草 味道很扁 有点滴滴 你觉得呢 像不像 像 我像黄大 黄大 就是 也有的 有 但是 那些人会很害怕 会不会有些什么灾难 那些预计 不会 不会 那些什么 那是怎么样 因为太热跳上来 是啊 太热了 试过了吗 试过了 我们去听听一些 早上评论 都会的 哦 但是你说什么话 现在是休如期啊 是啊 休如期 就是怎么样 休如期 那些船不开头 哦 不开那就是怎么样 不开头 拿不到鱼的嘛 现在 休如期 你知道吧 但是和那些鱼跳出来 有什么关系啊 会不会有关系的 没有 没有的 也不是那些什么 渔兆 哦 OK 知道什么鱼 知道什么鱼啊 因为它自己跳上岸 昨天啊 昨天啊 昨天昨天啊 昨天走上岸 那些人很可怕 可怕有点什么天灼 哇 什么鱼啦 不知道什么鱼呀 我不知道 但是 那但是,會不會見過那些魚這樣跳上來呢? 不是,也有的,衝上來船目 會不會有?是不是天氣太熱,會不會有關係? 不是,有時會給一些... 不是,不是,可以,可以 給一些大魚追,魚會跳,給大魚追 哦,這樣的? 對,有這樣的情形 一些水熱,那些魚也會打水 哦,就是不用怕那些? 不用怕,不用怕 嗯,他們有兩個答案 第一,就是不同的人,天氣太熱,跳上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陣子天氣都挺熱的 是特別熱的 但是,他會跳上來,會死 他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不知道 另外,就說被大魚追,逃生,就不知道 問他有什麼魚,他說黃達,你有聽過什麼? 黃泳達,我知道 我對魚的認識都不是太多 都是不太懂 是的,他們都不太相信,即是說是一些什麼特別的預兆 反而可能是他們也曾經見過這樣的現象 原來看看,在兩年前已經有人鋪過類似的情況發生 在香港是有這樣的事件出現過 那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呢? 之後 不如我們先看看這段影片,再追溯一下有沒有 嗯 這個也是香港的碼頭 也是有人拍過一段影片,然後放過上網 是 現在看到是不是? 其實 跟我們剛剛看到的情況是差不多 很像 而且都是一些小魚 所以很可能是同一個現象也不奇怪 即是船能嚇到他們? 嗯 我不敢說是船能嚇到,因為 這些魚照樣不怕,不會怕船掛 也是 其實船這樣經過去都沒有飛 對,照樣不會 是不是可能是一些天然現象 或者是跟某些天氣有關係呢? 純粹會是這樣 這段影片就說在2011年的時候 就鋪過上來的 那如果你要對號入座 回想起來,其實很多事情發生 那你,對吧? 是 在2011年,有什麼很特別的事情 突然會不會記得呢? 那我又不是很記得 或者不太想這樣對號入座 或者不關其事 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未必真的 大家想像之中那麼恐怖 我覺得 可能都是一些氣溫上的轉變 或者有人說 因為接下來好像有一個大的颱風 即將在台灣面外吹過來 是啊,九號風球 聽說就是這樣 所以 希望,即是吉人天上 是 潘小松,恐怖在線 潘小松,恐怖在線 走迫 謝謝 知道 你 對